這是技術球,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我上次示範的漁人節大餐呢? 有沒有人真的跟著做弄古身邊的人呢? 而之前也有分享過很多實用的文具,大家都很喜歡的 所以今天就趁著漁人節,分享一些惡搞得來又好實用的文具 這盒看起來好像是豆腐,但大家看不看出是什麼呢? 如果你懂少少日文的話,可能就已經知道它就是MEMO字 把紙的製作真的一點都不麻煩,又特意押了一些豆腐的額紋出來 看起來真的好像豆腐,不摸上去都可能未必知道它是紙 或者廠商也怕大家誤會它是硬豆腐的關係 包裝上也特意說明它是不食的 而這個看起來好像手裡劍的東西,大家有猜不猜到是什麼呢? 其實它是磁石,用的時候手裡劍就好像插在上面 非常適合有中耳病的朋友用的 而這兩隻金魚仔又是什麼呢? 其實都是磁石來的,金魚的頭尾兩個部分是可以分開的 就可以當成兩顆磁石這樣用 也可以當成裝飾品一樣,放在透明的杯子上面 看起來一條魚就好像在杯子裡面穿梭一樣 造工也挺精細的,真的好像金魚仔 雖然這兩款磁石喚味十足,但它們的吸力一點都不差 剛才說完魚仔,現在就說大魚了 有多少人和我一樣都是喜歡吃三文魚的呢? 大家又知不知道這個原本其實是什麼? 如果你覺得這個只不過是一個食物模型,那你就錯了 其實它設計的概念原本是讓你放手機,是手機架來的 它上面的紋理真的做得很逼真很逼真 看起來真的搞到很想買三文魚來吃 或者你會不捨得拿它來當手機架用 最後這個應該比較容易猜 因為一看就知道它不是真的賭咖啡 相信大家都看得出它是一支筆 不過它還有另一個功能,相信大家就未必猜到 其實它還可以當作桌燈仔用 光度都OK的 只不過如果你晚上真的要拿它來當燈用 同時要寫東西的話 你就需要用另一支筆 要不然你在寫字的時候,盞燈其實不太照到你寫什麼 不知道大家最喜歡以上哪款文具呢 可以在右上角投票 今次的影片來到這裡 祝大家愉人至快樂,再見 暫時是夢會 別人,有 dona是 Brain 都好豐盛 可不可以進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